人的一生 总有一些事情 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 有些守护 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我从小跟着家人住在空桥洞旁边 当时有人闯进来 准备把湖巷搬走 我们家人当时主持了它 后来我们用稻草 秘密杆给它挡住了 就这样把空桥冥王的朝向 熬成下来 我从小看到大 有个感受 古人的智慧不简单 教科的艺术取取入生 有些守护 历经三代 初心不甘 以前是我爷爷在高福明三岁 从1988年 我和我们五十个来参照 2004年 有稻草盯在这里 有一天我下来行业 突然发现稻草 杂起下木 我就赶紧报警 我怕稻草再来 我就办了一个单人床 白天黑夜 在下面守护了三个多月 从此后 稻草再也没来了 有些守护 从始至终 从未离开 我今年七十四岁 在这里守护厄府 十二年 在柳玉山 藏在厄府朝向 守护了厄府半辈子 这是我的福分 师库见证了理事 这是我们中华民 继续文明发生的 一定要把这些文明报复好 完整地交给我们来 我们下期再见